欢迎来到小哈瓦那 我终于到了这个小古巴区的入口了 大家千万不要跟着谷歌地图走了 就在那个星光大道有一个照相叫标识 那条街就是小哈瓦那区 我看到了他们的标志彩色公鸡 那我就往这里走了 再没有红绿灯的街头 车子一般都是会让行人过的 好吧这辆车子就没有让我 那边的车子就一直让我 哦 Colay Aqua 这只采迹 颜色都掉了不少 看一下这个古巴人的聚集区 究竟是什么样的 说是百分百还原 对面的古巴的那种居住气氛 还有他们的风俗习惯 现在古巴跟美国之间虽然看起来这么近 但其实还没有通行啦 古巴那边也不认美元 只认欧元 原来是打算去古巴的 欧元都已经换好了 但是现在去城先不去了 回城看是不是有机会再去古巴都一圈 现在这里弥补一下 事先为去古巴做点功课 垃圾桶也是彩绘的 现在走进来好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啊 就是很普通的街道啊 那我再往前走走看 我目前唯一看到的特色就是走几步 就看到这种各具图案和色彩的彩绘工具 前面还有一对 其他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 什么鬼走了八分钟已经把这条街走完了 现在又遇到了一条主路 除了街口的那个彩绘工具 再走一段路身着美国国企元素的彩绘工具 再走一点点路 一对在门口迎兵的工具 就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了呀 是有一些这种古巴的餐厅或者小店 但是也很平常啊 但是呢 我看到网上几位博主的照片 都是跟那个公鸡照的 我也没照 我以为前面还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东西 匆匆而过 因为那个公鸡掉色都掉的不行了 非常的暗淡 所以就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 然后就走完了吗 还是说我走错了地方 诶 诶 现在有看到这种古巴风味的店面了 这是卖雪茄的店吧 所以刚刚那个Little Havana 它那个入口 那边除了那几只比较掉色严重的彩绒之以外 你没看到什么比较有特色的店面 再走20分钟 再穿过一两条主街 比较接近那个星光大道 才开始看到这种橱窗有古巴特色的小商店 还有一些比较人气高的小店 车辆和人流量的密集度也比那边稍稍大一点 所以会热闹一些 但个人觉得还是没什么游玩的特色所在呀 可能是要更靠近那个星光大道 才会有特色吧 过了这一条主街 过去就是星光大道的区域所在了 诶 星光大道所在的这条街 今天还被封了呢 是有什么活动吗 还是有什么重要人物要在这边 进行一些活动呢 又看到一只欢迎的彩色公鸡 是这条街的入口了 我是不是要在这里来打个卡 给自己拍一张照 好像每个博主都有一张这个彩色公鸡的照 我如果错过它了 下面没有彩色公鸡了怎么办 对不对 在这里拍了 什么鬼这街五分钟之内就可以逛完呢 也没有什么特别啊 就是很热闹的一条步行街嘛 公鸡 还有什么呢 我没有觉得有很古巴的风味在呀 我倒觉得很有墨西哥的风味在 刚刚看到了墨西哥简直 还有taco的店 是工业上说这里有古巴雪茄 古巴咖啡 还有古巴的三明治 比如说这里 Nito Havana Gift Shop 还有古巴的一些手办 那就石油彩绘工鸡比较特别啊 你看这里也是工鸡 刚刚还看到一只金鸡 哇 好吧 再往前面走前面有警察我就不录了 哦小哈瓦那 第八街 那我刚刚走错了 那个入口可能就是普通居民区的入口 也是古巴人聚集的区域 这一个第八街 比较热闹的这个小吃街 才是他们的娱乐区域 今天似乎有什么特殊的活动 看 这边再搭一个展台 舞台 后边那边就有很多警察警车 刚刚有一位女警察 把我拦住了 因为他写是police嘛 所以我觉得不是安保人员是警察 说这边不让过 让我从这边过 这边再拍一部非常重要的电影 有很多电影明星在这里 我说是很重要的那些 很出名的电影明星吗 他说是的 我说有哪些 他说很多 我说好吧 反正我一个外国明星都不认识 就在对面 什么 我只是 我不知道 你看我遇到了什么 刚刚这一位大哥 他给我讲解了 这是 这个电影是 father of the Bright 岳父大人 1991年美国拍摄了一部非常有名的喜剧片 现在又在拍续集 在这一条路上之所以封锁起来 因为很多场景都是他们临时搭建起来的 为了配合这部电影 在这部电影拍摄完成以后 再来到这条街 那么很多场景就会没有了 比如说这一个剧院 还有这个电话亭 还有前面有个标识 下面写着用做拍摄的一个电 还有路边的这两排车全是道具 哇 现在已经开始在拍了 还有前面这条街两旁的橱窗的海报 都是搭建起来的场景 这个是辅助导演吗 让大家不要过去看 因为那边正在拍摄 哇塞好有趣哦 不过我刚刚看了一下岳父大人里面的阵容 我没有一个认识 但据说在美国都非常有名 包括现在里面也是美国一些很有名的明星 所以不能过去 因为那边都是群众演员 但是还有些路人就过去了 我也想去 但是怕打扰他们拍戏 我就不去了 隔一条街旺子吧 那边现在正在拍一些群众戏 哇哦 看这边这些车子 这个车子 这个车子 这车子 全部都是道具的一部分 花了很多很多钱在这里布景 美国路人都非常非常的兴奋 因为这是他们国民度很高的一部喜剧片 现在拍的是岳父大人第三部 看看这些老古董车 看看这些老古董车 刚刚里面有他们的著名导演 Trust Share 还有这部片子的主演 Steve Marlin都在里面 所以大家都很兴奋 但是我真的不太懂 因为我不了解 这位著名的导演 和这位很受欢迎的男主角 所以我就没有凑劲 我看到那些网红博主里面 就有这种古董车 原来是在这条街上 所以我前面还走错了 但其实还好 就很适合这种休闲逛逛 其他就没有什么特别饿饿 你看五分钟十分钟 这条街就走完了 那个蓝色的古巴风景古董车 也在很多网红博主的夜面上有出现过 因为那边在拍电影嘛 我就不去凑热闹了 看这条街就走完了 刚刚那个老大哥跟我介绍的时候还说 这条街上有一家非常有名的 墨西哥餐厅可以让我来尝试一下 我说我已经在墨西哥待了大半年了 那你就可以不用去尝试了 肯定墨西哥比这里要更加地道一点 那我们就逛完了一托哈巴纳 这是今天 这个消防车身影还有点大呢 那今天的意外收获就是路过了 岳父大人第三步 美国一步非常 诶 星光大道 所以这就是那个小星星吗 Julio 刚刚我看到他们是Julio也在里面 诶 不管了 金叉扬座 也算一次小小的际遇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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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